大家好,我是瑞森,瑞森老哥 如今我们在谈起战争这一话题的时候 往往会对那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尤为推崇 而今天,瑞森要说的这个人 可以说是将以少胜多做到了极致 他一个人灭了一个国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一人灭一国 起初瑞森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也是觉得难以置信 但在仔细查阅史料之后 也不得不感叹,当真是个狠人 闲言手续,让我们穿越历史 了解一下这位狠人的传奇人生 如果说瑞森最喜欢中国哪个朝代 那必定要属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 对外开疆阔土,平定四夷 江域版图空前辽阔 对内历经图治,体恤百姓 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 毫不谦虚地说 唐朝就是那个时期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之一 而在大唐的西南方向 同样有一个国家发展了起来 那就是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 当时的印度还没有统一 主要势力有东、南、西、北、中 五大天竺国和众多藩树国组成 中天竺的国王叫施罗易多 他一生南征北战 最终凭借人不是甲 相不谢安的精神征服了其他四个天竺国 建立了一统印度北部的戒日王朝 施罗易多也被称为戒日王 天竺的背景故事交代完了 我们再回到大唐这边 本来嘛,两国相距甚远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往来的 但是玄奘法师的西行 魏两国的交流打开了一个通道 玄奘法师在天竺拜佛求经的时候 受戒日王邀请讲法 戒日王曾为玄奘 听说你们那儿有个秦王特别勇 是真的吗 玄奘一听这话 当即表示 那必须是真的呀 秦王不仅是大唐的皇帝 还是四海八荒 共同认可的天可汗 随即玄奘向戒日王 介绍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辉煌世纪 就是不知道玄武门之变这件事 玄奘说没说 反正 戒日王听玄奘说完后 瞬间化身唐太宗的粉丝 在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戒日王派遣使团前往长安 希望能和大唐互通有无 所谓来而不往非离也 于是在公元六百四十三年 唐太宗也派遣使团前往天竺 这个使团的副使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 王玄策 这是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 总的来说 就是一次古代版的公费旅游 王玄策在天竺转了转 参观参观寺庙 喝了点恒河水 然后就带着介日王给的礼物回国了 但在四年后 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 却一不小心缔造了一个神话 公元六百四十七年 王玄策带着三十多个人 一路向西往天竺进发 毕竟已经去过一次了 所以王玄策的心态还是很平和的 他原本的打算是将沿途那些 对大唐充满敬意的小国 供品收一收 然后去好朋友介日王那转一圈 就可以回国了 但是王玄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前往天竺的途中 介日王死了 要知道 介日帝国是由各个藩国组成的 能够统一完全是 倚仓着介日王的武力 因此介日王死后 整个帝国再次分崩离席 他的部下 阿罗纳顺则趁势篡夺了王位 自立为王 掌控了中天竺国的势力 这时候 阿罗纳顺听说大唐右派使者前来 他的内心是惶恐 为什么呢 阿罗纳顺心里是这么想的 你大唐和介日王是好朋友 现在我篡夺了介日王的王位 那唐朝使者值得后回国这么一说 万一你大唐派人来揍我走吧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大唐使者控制起来 他们回不去 大唐也就不知道 这里我们以上帝视角来看 以大唐的体调 其实是不会在乎谁是天竺的领导者 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态度而已 但阿罗纳顺没见过世面呢 大唐的强大 他想象不到 所以当他起了控制使团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的路就走窄了 最终 阿罗纳顺带了可能有几千人 去伏击王璇策一行人 这里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王璇策远远看到阿罗纳顺 带着军队过来 觉得他不怀好意 于是命令手下转身就跑 但是要留下贡品 为的就是让天竺士兵抢夺贡品 争取逃跑时间 第二种说法则是 使团这些人全部战死 王璇策也被俘 可能是阿罗纳顺觉得以后有点用处 所以将王璇策下入大牢 然后离奇的一点来了 王璇策从大牢中逃了 至于是怎么逃的 史书中只有一句记载 璇策乃挺身消顿 走至吐蕃 至于挺身消顿是个什么意思 那就真不明白了 可能王璇策会点什么奇能艺术吧 总之 王璇策就这么逃了出来 正常来说 到了这个地步 肯定要回大唐搬救兵啊 凭了他呀的 但是王璇策在逃亡的路上 越想越气越想越气 本来嘛 吃着火锅唱着歌 顺便收点保护费 然后就回去了 虽然路途遥遥了一点 但也不算啥苦差事 谁能想到突然就被劫了呢 再说了 这回去要是传开了 大唐使者被一个小国给劫了 陛下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王璇策以后还怎么会 于是 王璇策决定 暂时不回家了 先把阿罗纳顺给办了再说 但是王璇策手里没人 怎么打 好吧 戒兵 当时文成公主 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部 大唐和吐蕃关系修好 据史书记载 王璇策先到吐蕃借兵 只不过松赞干部 应该也是有点自己的小九九 只借了精兵一千两百计 随后 王璇策又到尼泊罗 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 王璇策充分发挥 作为外交官能言善变的优势 从尼泊罗借到了七千人 王璇策就带着八千多人马 直扑有着几万人马的阿罗纳顺 然后 阿罗纳顺就败了 这里真的不是瑞森不给大家详细说明 而是史书上对于这第一战 实在是琢磨不多 就一句话 三日破之 斩首三千级 溺水死万人 翻译过来就是 王璇策带着人马赶到了中天竺都城 然后 只用三天就把城打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 杀死敌军三千人 淹死了一万多 至于是如何淹死的 那就不知道了 阿罗纳顺不服气啊 于是在拜逃的途中 收拢残兵 妄图反击 嘿 敌人不仅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军还击 然后 王璇策vs阿罗纳顺第二战开打 呃 然后阿罗纳顺被活捉了 为了斩草除根 王璇策继续追击残军 最终活捉阿罗纳顺一家老小 另外 俘虏一万两千人 得到了三万头牲畜 王璇策的威名 震动了整个天竺 不管远近的城邦望风而降 数量达五百八十所 中天竺就此灭亡 当然 这里的五百八十所 要么是夸大 要么就是把一些村镇也给算上了 之后 王璇策带着小两万的俘虏 三万头牲畜 和众多金银财宝 回了长安 唐太宗 应该还算是比较高兴的 毕竟睡一觉起来 多了个附属国 于是 他将王璇策 从六品官员升为从五品的朝散大夫 从此以后 就有了王璇策 不用大唐一兵一卒 就灭了一个国的故事 只不过 从唐太宗的态度来看 这算是一件喜事 但应该不算是一件大事 这一点 从王璇策的官职晋升幅度 也能看出 可能在今天 我们觉得灭国这件事相当离奇 但是在当时唐朝的开国武将中 大部分都是能灭国的 而且灭的还是像突厥这种大国 可能唐太宗当时心里想的是 不就灭了个天竹吗 撒撒水啦 但是也不好打击臣子的积极性 于是就只能意思一下 这里也不能怪唐太宗 没把印度当回事 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历史就会发现 印度不是在被揍 就是走在被揍的路上 凶人的起源在哪里 目前学习各方还在争论不休 但凶人一出场就干了件大事 灭了阿兰国 公元350年 阿兰国被凶人打击之心 双方在盾河打了起来 最终阿兰国战败 一部分阿兰人向西逃窜进入欧洲 一部分阿兰人被收入凶人部落中 拿下阿兰国的凶人并不满足 他们这次将矛头对准了阿兰国西边的哥特人 哥特人是东日尔曼部落的一个分支部组 从二世纪开始 定居在黑河北岸的乌克兰大草原附近 公元四世纪 哥特人内部分裂 他们以德涅斯特河为界 河东的叫东哥特人 河西的叫西哥特人 公元375年 东哥特人发现 自己的家园被一群捕塑之客闯过 这群捕塑之客 自然是整合了阿兰人的凶人 不过哥特人同样也是不好欺负的 假以时日 罗马都要成为他们的战利品 但凶人使得太勇了 他们如同砍过阿奇赛一般 灭掉了东哥特王国 向西哥特进发 西哥特也傻眼了 他们哪见过比他们更野蛮的野蛮人 为了保全性命 只能难度多脑河逃入罗马境内 而凶人在占领哥特地区后 他们又像飓风一样 横扫了日尔曼人的活动区域 多脑河以北的地区 进入凶人之手 使得大量不同的蛮族 逃入罗马帝国境内 而凶人在站稳脚跟之后 就开始磨刀火火 向罗马这只飞扬了 和日渐强大的凶人帝国不同 已经日渤西山的罗马帝国 却在进一步衰落 公元395年 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 将罗马东部分给长子 西部分给幼子 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凶人开始对罗马进行大规模进攻 并对罗马的城市多次劫略 公元431年 以军事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 在迪奥多西二世的统治下 连年吃败仗 甚至被凶人打到了军宝城墙之下 最终还是靠军宝高大的城墙 让凶人无计可施 这才渡过了难关 但东罗马依然被要求 每年都要给凶人寄贡黄金 以此来换取和平 而就在这时 凶人帝国也迎来了 带着他们走向巅峰的王 阿提拉 他还有一个广卑人知的称号 上帝之鞭 在公元418年 大概只有12岁的阿提拉 被作为以和条约中的人知 送到罗马宫廷 同时凶人也获得了 有着最后的罗马人称号的 艾提乌斯 作为人知交换 阿提拉在罗马宫廷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同时学习到了 罗马的传统和习俗 公元434年 回到部族的阿提拉 和他的兄弟布里达 一同从叔父手中 继承了王位 他们以强行的武力 逼迫东罗马帝国 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不仅每年要上贡的 黄金树额增加 而且还要开放通商口岸 诶 这剧情怎么这么眼熟 公元443年 阿提拉以亵渎凶人 李牧为友 再次如亲东罗马 东罗马又败 继续赔钱 四年后 在巴尔干半岛 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曾经肩不可遂的 军事坦丁堡 都差点被彻底摧毁 阿提拉趁此机会 再次攻打东罗马 东罗马皇帝无奈之下 只能再次起降 这次东罗马 不仅要赔偿巨额财富 还要给出部分 多脑和南岸的土地 东罗马元气大伤 公元448至450年 凶人帝国的势力范围 在阿提拉的带领下达到了巅峰 东起离海 西至莱茵河 北底波罗地海 东至多脑河 大片欧洲土地 进入凶人之手 但这对于野心勃勃的阿提拉来说 依然是不够的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把整个罗马帝国 都纳入自己的版图 而恰好西罗马 也给阿提拉送上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于是 改变阿提拉命运 和欧洲历史进程的战争 还临了 公元450年 阿提拉表示 愿意和西罗马结盟 共同对付在西罗马境内 是一壮大的西哥特王国 在此之前 阿提拉与西罗马帝国 尤其是与当时已经成为大公的 埃迪乌斯 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里我们要着重提下埃迪乌斯 他青少年时期 为了与蛮族修战 被送到凶人部落做人质 在那里 他结识了很多凶人贵族 这也是为什么西罗马帝国 能在东罗马帝国 被凶人蹂躏的几十年间 一直面遭入侵 虽然阿提拉和爱提乌斯 两人是朋友关系 但这时候 东罗马能炸的油水 已经不多了 于是阿提拉将目光 看向了表面繁华复数 实际上 已经千疮百孔的西罗马 正好西罗马的皇室 给了阿提拉这么一个机会 这一切的源头 是因为一个女人 她就是西罗皇帝 瓦伦丁尼安三世的姐姐 霍诺利亚 霍诺利亚为了逃避 与一名官员的婚约 于是主动向阿提拉求婚 阿提拉在考虑过后 答应了她的求婚 但随后 阿提拉的一句话 却让整个西欧都傻眼了 她竟然要帝国一半的管制权 作为嫁妆 瓦伦丁尼安三世 听到这个消息后 肺都要欺诈了 你这是喜欢我姐 呸 你这是长我罗马帝国的身子 你下贱 于是 瓦伦丁尼安三世 以提婚不合法为由 一口回绝了阿提拉 但阿提拉哪里会放过 这么一个绝界的机会 于是她派遣使者 到都城拉文娜 威胁瓦伦丁尼安三世 要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就发飙 同时 阿提拉治下的法兰克人 在国王死后 两个儿子爆发了文卫冲突 这两人分别向阿提拉 和爱提乌斯求援 此时阿提拉派遣到 拉文娜的使者得不到回复 加上法兰克人的求援 阿提拉决定 集结以支庞大的军队 进攻高楼 阿提拉从阿兰人 萨克逊人 东哥特人 伯根帝人等 臣服于自己的部族中 抽调军队 再加上自己的凶人骑兵 据记载 最终组成了一支 五十万的联军 浩浩荡荡地 向高楼进发 另一边 罗马的主将 正是阿提拉的老朋友 爱提乌斯 阿提拉大军 对高楼北部的蹂躏 激发了西罗马帝国境内 各日耳曼波勒的抵抗情绪 爱提乌斯利用这个手机 四处奔走揉睡 各地的日耳曼蛮族 纷纷来源 就连和西罗马 最终爱提乌斯 建立了一个 四十万大军的 抵抗凶人联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最初阿提拉 是想联合西罗马帝国 对付西哥特人的 谁知现在 却被对方给联手反攻了 只能说事实无常 同时 瑞森要插播一句 对于沙龙会战的具体人数 当代历史学界 依然有很大的争议 对于古代记载中的百万之中 学者们普遍都是不信的 比较合理的数字是 双方加起来 可能有十万人 公元451年 双方在马恩河畔的沙龙附近 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罗马联军方面 艾提乌斯率领罗马军团在左翼 实力最强的西哥特人在右翼 把不太可靠的阿拉人 和其他满族势力放在中间 艾提乌斯这样步骤 相当冒险 因为他把罗马联军 最弱的部分放在中军 这样极有可能被凶人铁骑 突破中路 好而将罗马阵线拦腰斩断 但从利方面来说 中心突破的凶人铁骑 可能被罗马联军两翼包抄 而阿提拉在面的这位昔日好友时 同样针锋相对 亲率凶人铁骑主力在中 日尔曼蛮族部队在右翼 东哥特人放在左翼 对抗西哥特 战斗开始 凶人起兵 率先发动冲锋 而身披重甲 手握长矛的阿兰骑士 也同样发动了雷霆般的反击 阿兰人一直没有忘记 当初被凶人赶出家园的仇恨 所以他们参加联军 既为了活命 也为了复仇 刚一接触 阿兰人就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 眼看凶人骑兵阵线不断动摇 阿提拉果断下定 亲军支援 阿兰人不敌 只好不撤 这一来 罗马军团右侧打开 虽说罗马军团 已不负往日的应用 但也不是凶人联军的 日尔曼蛮族可以对付的 但这时中路凶人骑兵的加入 却让罗马军团 不得不暂时后退 而在打退了罗马军团后 阿提拉下领中路骑兵 果断左转 围攻西哥特人 阿提拉知道 现在罗马联军最强盛的 就是西哥特人 只要能将其见面 就能稳糟宠圈 这时凶人联军的两翼 也开始一起压上来 会战到此 已经变为一场混战 而罗马联军行事危急 但令阿提拉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西哥特人 给了他雷霆一击 混战中 西哥特人的装备优势 开始体现出来 居住在高路的他们 曾经洗劫了大量罗马军械库 得到比住在黑海的同胞 更好的装备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年过六世的西哥特国王 特奥多里克 亲率铁甲骑兵反击 结果中间路马 背景跟其后的西哥特体积 践踏而死 失去首领的西哥特人 不仅没有丧失斗志 反而在王子托里斯蒙的带领下 发动了悲愤的反击 骑兵凌厉的冲锋 将凶人压了回去 而慌不择路的凶人骑兵 迎头撞上了迎上来的左翼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 纷纷倒在罗马撩枪的传射之下 这时凶人左翼的东哥特人 也抵挡不住西哥特人铁骑的冲锋 率先败逃 战局已经逐渐走向明朗 战无不胜的阿提拉败了 最终 阿提拉率领参与的凶人军队 撤回马鞍河畔的营地 用凶人的大捧车手尾相连 弓箭手密布期间 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 西哥特骑兵对阿提拉的打赢 发动了几次攻击都为击退 在随后罗马阵营的军事会议上 大家起嘴巴舌 有的主张强攻 有的主张围困 但艾提乌斯心里却另有计较 他奉劝托里斯盟立刻回国 做武王位 以免夜长梦多 艾提乌斯一语惊醒梦中人 托里斯盟马上率军赶了回去 罗马阵营走的西哥特人 顿时显得势单力薄 众人的心气也没那么高了 这样拖了几天以后 所以彻围而去 获得大胜的艾提乌斯 本可以侧头联军 彻底终结这位暴虐的天将伟人 为什么他在这个关键时刻 放了阿提拉一马 这就不得不说到 艾提乌斯的政治智慧了 艾提乌斯在凶人部的生活过 他知道凶人的细性 认为他们的统治难以长久 所以他一直认为 罗马帝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凶人 而是高卢的满族 留下凶人 可以让以西哥特人为首的满族 有所忌惮 从而不得不和罗马合作 凶人帝国必定崩溃 那么高卢蛮族 可也会掉斩矛头 对付罗马帝国 况且这场会战 几乎是西哥特人独立赢下来的 如果再让阿提拉死在他们手中 西哥特人势必归名远娘 以后会更加难以控制 沙龙战役一年后 阿提拉再次全土重来 他绕过阿尔卑斯阵脉 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 令整个西洛马 极度恐慌的容器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罗马城几乎已经成了 他囊中之物 由于意大利的欠收 让部队并未能得到有效的补给 再加上唯一爆发 东罗马的援军到来 阿提拉只能就此作罢 453年 年纪50大提拉 迎娶了一位日耳曼族的少女 在婚宴场合得鸣顶大岁 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 发现阿提拉血管破裂 血液倒流止吸二死 血管破裂 很可能是阿提拉饮酒过多导致的 之前瑞森说过的甜木耳 也是饮酒二死 朋友们 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朴实的道理 游牧民族很能喝这件事 是谎言的 天木耳死后 阿提拉死后 他的儿子无法驾驭强大的帝国 曾经统治的蛮族 纷纷谋反 凶人帝国王 而在阿提拉死后的第二年 失去了凶人威胁的 西罗马帝国皇帝 瓦伦丁年三世 因不满艾提乌斯独断专行 于是联合宦官宁臣 在朝堂上将艾提乌斯谋杀 这一消息传出后 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惊 不管是曾经的朋友还是敌人 都恶往叹息 一个大臣直率地告诉瓦伦丁年三世 我不理解陛下和艾提乌斯的过节 我只知道您刚刚用左手砍掉了右手 之后 直到四七六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再无决定性的军事荣耀 艾提乌斯背后是称为最后的罗马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